你见过在海底踩高桥的鱼吗 你听说过爱尔文尼黄金圣甲虫吗 我们生活的地球上 光是人类已知的鱼就有两万四千种 它们有的凶恶 有的温顺 有的可爱 有的则是奇丑无比 从长着铁甲的怪鱼 再到阴森恐怖的鬼鲨 它们每一种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鱼 本期研究院就为大家带来了世界上最罕见的十种鱼 带各位朋友们一起进入海洋 认识一下这些奇德生物 大家好 这里是研究院 喜欢这类视频的朋友们 记得点击订阅 以免错过精彩视频 TOP10 三脚驾鱼 人地上走鱼在水中游 这是人人皆知的道理 但有些鱼好像有些不甘心 只能在水中游 于是它们演化出了能在陆地上行走的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 它们并不只是在地上走 甚至像踩着高桥一样 在海底闲停信步的溜达 这种鱼就是三脚驾鱼 三脚驾鱼栖息在深海底 目前已知有十几个种类 它们通常是身体细长的小鱼 目前观察到的长度约为10至40厘米 在温带和热带深水中都有分布 其中被命名为Bus of Tero Scrivator的 一种三脚驾鱼最有趣 它们有特别细长的腹驾和尾驾 这些驾是身体的三倍长 可达一米多 这些小鱼们不怎么游泳 似乎更喜欢踩着这三根 长长的高桥站在海底的软泥上 三脚驾鱼与其他深海居民一起 在地表以下6000米深处的海底繁衍生息 这些长而纤细的骑 可以从三脚驾鱼的下肆和尾巴 延伸到一米海外 当三脚驾鱼游动时 长长的骑在它下面轻轻地漂浮摆动 而当鱼站立时 体液会被蹦入其中 使其更加坚硬 那这种鱼为什么会这样做呢 通过在海窗上方 约一米处踩高桥静止或慢慢行走 这种三脚驾鱼可以完美地定位 喂一小的虾 鱼和甲鞘喂动物 等着缓缓的洋流将食物送到嘴边 这样做既省心还省力 作为深海鱼 三脚驾鱼之力很差看不到猎物 但它的长期可以感受到 生物接近时产生了振动 同时 它脑袋后面还有一对直立的身材旗 向前翻转 就像是一双手 这双手能像触角一样 为三脚驾鱼提供有关猎物的额外感官信息 并且还可以引导游荡的生物 进入其嘴巴的攻击范围 遇见不配合的猎物 它们会用七把猎物敲入自己嘴里 这些鱼还有一个惊人之处 那就是雌雄铜体 它们每一条都同时具有 雄性和雌性生殖器官 如果三脚驾鱼找不到伴侣 它就会自己制造精子和卵子来繁殖后代 Top 9 洞穴神仙鱼 这种外形看起来像鱼又像两栖类的动物 叫做洞穴神仙鱼 这是一种相当罕见的鱼类 生活在泰国和缅甸交界处的洞穴中 现存的数量不超过500条 因此也被泰国政府极力保护 这种首次发现实在2015年 这是一种能在洞穴里激流的冲击下 攀附着岩壁 甚至能逆流而上行走的鱼类 在洞穴生活已久的 它身躯是透明的 没有色素沉淀 眼睛也早已退化 这种鱼最神奇的一点 在于它的移动方式 它的左前旗和右后旗是同步的 右前旗和左后旗是同步的 这种对角线两步交替的移动方式 没有其他任何鱼类做得到 科学家通过研究之后发现 这种鱼有着巨大的骨盆 看起来根本不像是一种鱼的骨盆 更像是陆生脊椎动物的骨盆 这也就解释了 为什么洞穴神仙鱼 可以做出类似熔原的移动方式 洞穴神仙鱼的骨盆 与它的脊柱融合在一起 这种坚固的骨盆布置 能支撑其体重 抵抗重力 还使其可以将四肢的力量 直接推入它的 神区核心进行移动 做出类似熔原的移动方式 这种骨盆形式在陆生动物上 很常见 但是在鱼类动物上 还是首次发现 Top8 石川粗鳍鱼 第一次看到这种鱼的时候 研究员认为这是一条黄带鱼 但当把这两者放在一起才发现 这根本就是两种生物 可以说这就是黄带鱼的弟弟 名字叫石川粗鳍鱼 主要分布于西北太平洋区 包括日本及台湾 都有发现它的踪迹 虽然长得跟黄带鱼很像 但是它们的清源并不算接近 黄带鱼是黄带鱼科的 石川粗鳍鱼是粗鳍鱼科的 也是粗鳍鱼里 气息 深度最深的鱼种 深度和黄带鱼类似 都生活在海底一千米以上 有时候也会到前海活动 很多人发现它们的时候 石川粗鳍鱼呈现 像上游的形态在游泳 利用背鳍呈现波浪式的摆动 维持自己的高度 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 这种鱼音白色会反光的体色 配合那透明难以察觉 摆动的背鳍 很多鱼反而无法 察觉到它的存在 除此之外 这也可以说是 它们的狩猎方式 用这种方式 可以隐藏它们的身形 以此来捕捉乌贼 小型鱼类等猎物 而且石川粗鳍鱼 还有一个显著的特征 它的嘴是可以伸长变形的 它们这种可以伸长的嘴部 使它们能够轻易地咬住猎物 甚至可以把猎物 直接吸到嘴里 相当厉害 Top 7 翻溪鱼 繁星鱼体长平均有1.5米 最大的个体有到2.5米 算是挺大的鱼类 在繁星鱼鼠中 目前公认现存的物种 只有两种 分别是短吻繁星鱼 和长吻繁星鱼 它们主要的区别 在于鼻子的形状 虽然你可能 并没有见过这种鱼 但实际上 它并不是一个 很稀有的鱼种 从寒带海域 到热带海域都有分布 繁星鱼最显著的特征 就是那片 比身体还宽的背棋 还有那张 再开口到眼睛 后面的嘴巴 学者通过对生物的研究发现 繁星鱼的肌肉水分相当多 并不适合快速游泳 所以繁星鱼 很可能是依靠伏击捕食 用它们的银子的体色 隐藏自己 一旦发现猎物 它们巨大的背棋 能够让它们瞬间加速 以极快的速度 朝目标冲刺 然后张开它们的大嘴 瞬间制服猎物 繁星鱼相当贪吃 无论看见什么 都想要吞下去 因此经常在它们的胃里 发现各种各样的东西 甚至还有着塑料制品 虽然繁星鱼是一种深海鱼类 但它们在晚上就会游到浅海处 所以附近渔民在捕捉金枪鱼室 经常会捕捉到繁星鱼 但这种鱼并没有食用价值 而且还常常吞噬 比它们更有价值的物种 除此之外 繁星鱼的消化速度相当慢 科学家在解剖的时候发现 繁星鱼胃里的食物都相当完整 食物到了小肠才会开始消化 因此繁星鱼常常被人类 用来研究 深海里难以捕捉到的 小型生物的重要媒介 TOP 6 鹰嘴鱼 鹰嘴鱼其实就是 我们常说的鹰鸽鱼 因为稳步 承进一种鹰乌嘴的形状 而得名 它们的上嘴唇包不住牙齿 所以就出现了两颗门尺 向外突出的情况 而这样的特性 使得它们更好的 刮室礁石上的水藻 具有这一点性特征的鱼亚种有很多 其中最小的就是蓝藻鹰嘴鱼 体长仅13厘米 曾经就有一位托尔奇男子 曾经钓起一条紫色的鹰嘴鱼 这条鱼不仅外星是紫色的 还有血红色的眼睛 看起来就像是一条真正的魔鬼鱼 在拍照留念后就放生了这条紫色鹰嘴鱼 并且把照片发布在了推特上 表示自己可能是 有史以来第一个钓起这种鱼的人 值得一提的是 这种生物的颜色会随年龄和区域而变化 它们通常栖息在潜水到中等潜水区域 以及藻类覆盖着珊瑚礁海域 通常只在白天活动 晚上会睡在珊瑚礁或是岩石里面 大多是一体七动物喂食 尤其是硬翘的动物 它们那明显而突出的牙齿 可能就是为此而生的 套补 一眼看上去 它们那张相当巨大的嘴 让人印象深刻 嘴巴能够张开的幅度也相当惊人 通常能长到90厘米以上 夸张的大嘴和巨大的体型 让它一众成为钓鱼客的最爱 长级毛唇龙头鱼 是一种颜色多变的鱼 由于跟成鱼的颜色也不太一样 雌雄的颜色也有差 雄性通常颜色较为鲜艳 据说它们能透过眼睛 观察环境颜色改变体色 甚至连皮肤都能够感知光线 只是皮肤视觉的运作方式 目前仍然是一个谜 长肌毛唇龙头鱼出生的时候 都是雌性的 长大后就会变成雄性 并且这种鱼实行一副多妻制 它的生活习性和前面的紫色魔鬼很像 都是在白天的时候 出没 夜间休息 且捕食一些甲翘类啊 乳虫等生物 它那诡异到不行还能够伸缩的嘴部 就是为了方便吞食 沙子中的甲翘类而存在 强奸的嘴部能够轻松粉碎甲翘 如果咬的是人的话 那感觉不敢想象 Top 4 紫锦鱼 第一次见到这种鱼的时候 研究院以为这是一种PS出来的图片 这种鱼的颜色相当鲜艳 就像是用油漆刷了一层似的 别看这条鱼一脸稀有样 但其实并不算是稀有鱼类 学名叫紫锦鱼 也被称为紫衣夜雕 主要分布在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各处礁式地带 属于龙头鱼科的一种 龙头鱼的大部分鱼类生活习性都很相似 同样都喜欢气息在珊瑚礁海域 也都喜欢吃甲礁类食物 夜雕雌雄的颜色也不太一样 雄性的颜色比较亮眼 底色会是蓝绿色的 体色会有两条粉色的线条 雌性虽然斑纹是类似的但是偏红色 底色也是比较不亮眼的绿色 有时候不是那么好分辨 而且子锦鱼也是顺序性雌雄同体 出生的时候都是雌性的 长大后会变成雄性 就代表他们的体色 是会随着性别改变而变化 他们在个体之间的颜色 鲜艳程度也不太一样 十分适合作为观赏鱼种 套三 亚洲羊头赖鱼 亚洲羊头赖鱼是赖鱼中的一种 也体型最大的一种 原产于西太平洋 只在朝鲜半岛 中国 日本和小丽园群岛的沿郊区发现过 这种鱼的总长度可达100厘米 有记录的最大体重为14.7公斤 是一种可用来食用的鱼 它可能是世界上最丑的鱼了 当潜水者第一次发现这种鱼的时候 直呼这种鱼真的太丑了 最为显眼的就是它头顶上的大包 和当时热映的动画片 怪物 史莱克 主角 史莱克十分相似 于是便有了史莱克鱼的称呼 再加上亚洲赖鱼下巴肿大 嘴巴外突 还长着一口参差不齐的包牙 自然而然 被关上了世界最丑鱼的名号 别看它体型大 长相怪异 但实际上还是比较温顺的 一般以软体动物为史 在日本 就有一位潜水爱好者 就和一只亚洲羊头赖鱼 有一段持续了三十年的友情 亚洲羊头赖鱼除了奇特的外表 让人记忆深刻的 还有就是它实雄师子的身份 它是一种雌雄同体的物种 这也意味着 它同时拥有雄性和雌性器官 可以改变性别 和上面提到的几种鱼 都属于顺序雌雄同体 而且是女性优先 一开始都是雌性 然后部分转变成雄性 因此雄性数量相对比较少 这种能狗 自己切换性别的能力 实在是太特殊了 Top 2 鬼鲨 鬼鲨也叫幽灵鲨 它们属于银骄木 但从它们的外表来看 称它们为鬼鲨应该不过分 这个家伙生活在 深达2600米的深海处 它们几乎不会在较浅的水域出没 如果不是刻意下到深海处寻找它们 人类几乎是不可能 与它们正常碰面 鬼鲨其实是一种非常古老的物种 它的起源 甚至可以追溯到 距今大约4亿年前 也就是说 它们可能要比人类更早地出现在地球上 这个家伙绝对算得上是一种活化石 人们通过观察发现 鬼鲨的体内几乎没有骨头 它们的身体非常柔软 体内骨骼主要是由一些软骨组成 它们生活在海下2600米深 这里七颗一片身手不见五指 它们只能通过电阶楼来寻找猎物 鬼鲨的足底上有敏感的受体 脸部器官负责定位 其他动物的电场变化 也就是说 它们可以利用敏感的身体部位 通过电场来锁定猎物的位置 以此来捕食猎物 即便生活在漆黑的深海处 也丝毫不会影响到鬼鲨的生活 Top 1 铁甲武士鱼 铁甲武士鱼没有前面那些 网红鱼鲜艳的颜色和华丽的外表 但是这犹如穿了铠甲的形象 绝对是霸气十足 这是它在水族圈里有稳定的粉丝群 铁甲武士鱼是桃乐年科的一种 这种鱼圆产于南美洲 主要分布在巴西碧鲁等地区 大多数南美洲的盆地 都有这种鱼分布 之所以会被称为铁甲武士 是因为它们在背脊前有发达的颈端 身体侧边的侧线 在高度骨化作用后 形成带刺的菱形菱片 跟一般与柔软的身形比较起来 真的就像是一个铁甲武士 此外 它们也被称为会说话的粘鱼 这是因为它们能够通过 多次摩擦带刺的胸鳍 发出很大的声响 相当有趣 陶乐年科的鱼类体长 平均可以超过50公分 这些大型的物种 就成为水族圈里常见的铁甲武士 铁甲武士鱼又分为很多种 分别是 普通铁甲武士鱼 就是鱼有门口中的普铁 属于尖陶月年数 第二种叫长驱铁甲武士鱼 属于一陶月年数 第三种就是爱尔温尼铁甲武士 在铁甲武士家族中 拥有外形表现最为亮眼 体色最为美丽的代表性鱼种 在水族界中熟悉紫鱼 喜欢紫鱼的鱼有相当的多 而这些主要来自于 陀特殊的外形与亮丽的体色 体表的两侧分别由15至18对 坚硬的骨板依序排列 并且拥有凸起的骨刺 外形看起来就像四川的甲咒一般 具有相当的魄力 体色的黑与乳黄色斑块构成色盘 就如同琥珀一般让人看了 都留下深深的印象 它最大的特色是一身金甲 网上有一个图片 是反映它金甲的背部样子的 那个图片叫 艾尔温尼黄金圣甲虫 这种鱼最大的特点是群居 并且只有在吃饭的时候才会活动 通常情况都只是一动不动的待着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如果你也喜欢本期内容 请给我点个赞 还可以在右下角点击订阅 或者分享给您的朋友 您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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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